近日,与非网或西。甲骨文公司宣布由于经营不善,为减轻企业负担。在全球范围内,启动裁员计划。计划将裁员约5000人。其中,仅中国范围内就将裁员1600人。规模之大,较为罕见。 5月7日,甲骨文中国公司被爆出裁员的传闻。随后这一讯息,被内部员工确认。甲骨文中国区的高管,在当天接到了来自美国总部的电话。通知裁员的讯息。甚至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。只能被动地聆听和执行。 目前,甲骨文首批确认裁员中国区内900余人。多位被裁员工表示。这次裁员,甲骨文在中国有研发中心的城市均有涉及。包括北京、上海、苏州、深圳、大连等。其中超过500人,来自北京研发中心。 据了解,此次甲骨文对离职员工的补偿方案。根据签解约合同的时间,分为三个等级。解约合同签得越早,补偿越多。 一位被裁员工透露。5月22号之前,签解约合同。是N工作年限,6,个月薪酬的赔偿。一个月后。其6月7号,签是N1。再往后就只有N了。 较为年轻的员工对这样的赔偿条件还算满意。但一些级别高,年龄大的员工,对这样的赔偿方案并不满意。 他们表示,N6的赔偿条件看似很高。但对资深员工来说,并不公平。 一些老员工对财员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,甲骨文在中国仍在盈利。正常情况下,如果公司财报连续三年盈利,是不允许财员的。 不满赔偿方案中的一些员工,在当天下午,就在甲骨文中国公司楼下拉起了横幅。 抗议的员工们在横幅上写著High Profit Will It Off在高利润的情况下。 为何要财员?我们要工作。孩子要上学。 既表达了对公司财员的不解和愤懑,又透露了自己被财员后要面临的窘境和难堪。 对此,有媒体发文称,其实这些被财的甲骨文中国员工们。 一点也不值得同行。至于不值得同行的原因,网友一一开始列举。 首先甲骨文中国公司并没有压榨他们,反而提供了极好的工作环境,宽松的工作氛围和优渥的福利待遇。 再看看此次财员。甲骨文中国公司给出的财员条件。 相当优厚。人到中年被财。是在为安逸买单。念得了别人。 这批被财的中年精英员工,在过去的职业生涯里,选择了安逸的工作和生活。 安逸享受外企的高薪资、高福利、低压力的工作,最终活成了那只被温水里煮的青蛙。 在法律范围内,甲骨文并没有违法行为。 至于情感方面,那或许不是任何一家商业公司需要顾及的东西。 对此,你怎么看?